当窄窄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窄窄下班中 昂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中 我是阿直 我是啪啪熊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看了看了 耶都在看漫画 好开心啊 对啊 今天邀请到啪啪熊也好开心哦 对啊 啪啪熊消失超久的 咪 好啊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要来推荐的 这部漫画呢 其实我觉得它算是有名的名作啦 对其实蛮有名的 但年轻一辈的小朋友 可能真的不知道 对 这部作品 我偷了年龄了 天呐 好啦 这部作品叫做 最终兵器少女 动画的名称叫做 最终兵器笔女 啊日文原文也是啦 对对对 笔女在日文的意思就是女朋友啦 对对对 对那这部故事它是科幻 科幻的背景 然后是呃 我就阻止是爱情故事 对 然后背景就是世界观 大概就是接近末至 就是世界快毁灭的那一种状态 的底下的少年少女 在谈恋爱这样吗 我觉得这其实 这其实有点 有点讲的有点太快 因为这部它算是很有名的 算是世界系的作品 那世界系的定义如果大家去查的话 它其实是表示说 通常故事会聚焦在男女主角 或者是就是可能一两个主要角色上 然后这两个主要角色呢 它们会整个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存活或灭亡 称之为世界系 这是一种比较笼统的介绍方式 听起来很像蝴蝶效应 对没有没有 可能就是因为它们可能具有强大的力量或干嘛 去影响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可能是蝴蝶效应 你说的也没错 不过 呃我们这一次的最终兵器少女 它里面的背景故事 是在讲一个 一对高中生的男女朋友 那男主角叫做修士 诶叫修吗 诶诶我看一下 我一直叫阿修阿修 对对修士修士 修士嘛 然后女主角叫做千赖 那就像我们书名说的 千赖呢 它在之后呢 它会被那个自卫队 就是日本的自卫队改造成那个最终兵器 嗯 然后所以才会变成说最终兵器比女 就是就是 这次这主要主视角是以这个男主角阿修 修为主角 那他是 他跟他这个女朋友恋爱的故事 所以他其实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呃他先介绍这两个人 然后跟他同学 他们一开始是交往状态 可是因为他们的交往很不顺利 因为阿修算是一个嘴巴比较坏 然后比较暴躁 对对对 有时候就先对他生气 那千赖是一个比较胆小 会每次都说对不起干嘛 他们两个好像就一直很出不来 可是后来 在反而他们要分手那一天呢 却意外的弹开了 所以他们想说那我们再试着交往看看 所以其实他们是从那种呃 莫名其妙开始交往 然后搞不懂到底交往男女朋友是怎样 到后来弹开了之后决定继续努力 可是没想到这个过程中 其实千赖已经被改造成兵器了 嗯 阿修他其实不知道 结果在某一次 他们那个 他跟朋友去那个百货公司商场时 然后就遇到那个敌军来袭 嗯 那结果就是 对就后来就是他在那个废墟中 他看到了就是背上长出像机器翅膀 然后看起来一副那种 很像兵器从身上露出来的那种前来这样子 对啊 对这样子的 其实就是他这样才知道说 因为他女朋友已经不能 呃不能算是人类了 因为好像后来好像连心跳都没有了这样 对啊 对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 大家这边听可能都觉得还好 怎么会这种作品怎么会放在我们灰暗系的作品来讨论呢 啊 灰暗在他的结局啊 哎 不过这边就是啪啪熊想要就是小小补充一下 嗯 就是这个作者他在就是呃 漫画的最后 他有提到说为什么会取这个书名 那我在猜呃台湾的翻译之所以翻最终兵器少女 可能也这个也跟这个后继有小小的关系 因为他好像是某一次就是他结束了他上一 上一部连载作品 而且他上一部连载作品连载了六年 然后他就是在构思下一部作品的时候 在可能在电车上面就看到了两个广告刚好并列在一起 就是最终兵器点点点点 就是他后面都忘记了 然后另外一部是少女 登登登登 然后他就想说哇 那最终兵器少女把他合并在一起 是不是可以就是蹦出不同的构想 然后另一方面他又结合了他跟他太太 就是可能相识相爱的那个 就是那个青涩的那个过程 所以他就把它融入了 就是就把这两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就产生了这部算神作吧 因为他真的那时候真的超有名的 对对那这部作品 你可以看得出他作者他刻意营造出一种氛围 就是说里面男女主角 应该说里面所有登场的角色 几乎都只出现名字 或者是就是名字并不是很完整 那他就是感觉上让你好像描述说 他们就是你身边的人 对那女主角他们所在的那个城镇跟学校 也是个很乡下的乡下地方 就是北海道 对对对对就北海道啦 反正就是他里面也没有提到说 为什么他们国家要发生战争 为什么这个战争会打螺子惨烈 只知道说一从一开始他们还会去学校上课 到后来就是越来越经常遭空袭啦 然后越来越好像就是越来越破败 最后大家好像就是没有食物 然后天气越来越冷还下雪 就是一整个就是好像 好像整个世界越来越衰败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不知道 其实故事中完全没有提到说 究竟这个国家在跟什么国 在跟其他哪个国家战斗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你就只会专注的在于 阿修跟前来他们之间的那个情感的过程 因为前来他在被变成兵器之后 他其实怎么说呢 有点半机器化吧 然后有一种我不知道该称之为 双重人格来干嘛 总是你会发现到说 他其实渐渐的好像 有点失去人类的心 可是阿修却一直很努力的去换回 前来身为人类的心这部分 然后你就看到很多那种 他们之间这种比较细腻的情感跟纠葛 然后还有他们身边的一些人的 之间的那些故事这样子 其实帕方雄觉得 千赖本身对于他自己 逐渐失去人类的部分 他也很害怕 所以但是他又 因为他本身就是内向又胆小 所以他其实变成说 他就算看着他的男朋友 虽然他很喜欢很喜欢他男朋友 但他还是没办法直接 就是用讲的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交换日记 交换日记 但那个交换日记根本就压在前来那边 但他很乖哦 他要留空白给他 他会留空白给他 但是每天都是他自己在写 那一本就永远压在他那边 但故事最后还是就是 男主角是有看到 但是这内容因为牵涉剧情 所以我们不会在这边讲这样 其实这部作品 他让我真的看到后来是很感伤 就是 你会看这剧情 你会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明不白 如果说对于喜欢看很多大量战斗 或者是想要那种 了解那种世界那种局势的话 我觉得就不太适合这部 可能会看不 应该说可能会觉得很烦躁吧 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我以为会有 但是没有 然后你从头到尾都发现没有 对 就是他 他就是弄了一个很大的框架 可是他却是聚焦在小地方 我跟你讲 世界系就是这种风格的作品 哦 原来如此 对 世界系大部分他们就是 都是聚焦在 那一两个角色身上 他不会把世界拓展太大 有时候甚至故事结束了 你还是完全搞不懂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这部作品 他其实也是这种感觉 你看到后来看到 你也真的搞不清楚 到底真正的事情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但是你就是知道 这个世界逐渐迈向了毁灭 然后就是发生了很严重的战争 那我们的女主角 渐渐的变成了非人般的存在 那男主角努力的还回她 然后就是这样子彼此 彼此相爱 然后怎么讲 一直直到最后的这种故事吧 但是老实说 看完了我心情真的很感伤 一言难尽啊 但是我觉得其实 虽然一言难尽 那还是有很值得 很值得一看的地方 好 那就 总之呢 其实帕帕熊 因为帕帕熊最初 是看的是动画 所以 动画给帕帕熊还蛮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动画做的也很 就是非常的棒 那所以就是 但是如果真的想要 就是深入了解这部 就是这个故事的 真正的结尾 因为如果你有留意到网络上面 也有很多人在提问说 如果你只看动画的话 你可能会搞不清楚 这个故事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那所以 也会推荐 已经看过动画的朋友们 可以去看看漫画 漫画的结局 就 嗯 真的很符合我们这个月的 治愈系的主题 那 他除了动画之外 他还有 他其实还有拍过真人电影版 不过真人电影版 我也觉得 我还没看过啦 但是我也觉得 嗯 嘛 看动画跟漫画就够了 嗯 至于说这部作品 他的特色 他的特色就是 我觉得就是你在看这部作品时 大家先抱持着那种 就我刚刚有提到的 不要太去 不要太去想说 要看到什么大场面 或者是一些很 很深刻的剧情 你就是去好好的细细的去 Cue在这些 关于这个人的情感上面 我觉得 嗯 他也 他也是很值得一看的地方 今天的话 关于我们这部 最终兵器少女的推荐 就大致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哇 上班 好 回去回去 om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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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